二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描述性编程 这个呢在我们UFD当中应用的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这次这门课程呢 我主要是分两部分给大家讲 一部分呢是直接在脚本当中应用描述性编程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是使用叫description 描述性的对象 描述性的对象 那么呢我们首先来录制一个脚本 录制一个脚本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什么样 QTB或者是UFD对象的什么样 录制回放的原理 新建一个脚本 名字随机跟之前的一样 然后呢我们录制一个最简单的 点录制 加载一下我们对象 好输入什么样 Mercule 再输入Mercule 停止 生成四个代码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得懂了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了 已经我们做了很多次了 是不是 好保存一下脚本 那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 UFD 它的录制回放原理 在录制的时候呢 它首先是根据你所选择的插件 去调用一些 加载一些什么样 它本身封装的什么样 这个对象识别的什么样 应用程序 或者API一些接口程序 然后呢在你录制的时候呢 它会利用你所加载的这个识别的方式方法 去跟我们什么录制的对象进行比对 比对识别出来以后 它就把什么样 存储到我们的本地对象库 本地对象库 那么怎么就比对的呢 是通过四种方法 那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第一种叫强制属性 第二种叫辅助属性 第三种叫位置 location 对吧 location里面又包含什么 三种 第一种呢叫做什么 就叫location位置属性 第二种叫index 那么第三种呢 叫creation time 那这个呢只不过是 搬用在BS结构 浏览器当中的 还有第四种方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智能识别 那么在我们通过各种方式 UFD自己本身 识别出来以后 把对象放到什么 对象库里面 这个时候的对象呢 我们叫TO 就是现在屏幕上面 大家看到的叫test 或者叫测试对象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点 对象库里面的对象 它所存下来的 它的属性值 属性对应的值 或者之类的一些东西 要比它本身真正的这个对象 相关的属性和值 要少得多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它在回放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首先 UFD呢 会将对象库当中的对象 叫TO 与我们实际运行的对象 叫RO Round Object 是吧 然后呢 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 利用测试对象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属性和属性值 跟我们什么 这个实际的对象 进行比较 比较通过了 认识了 识别了 接下来才会说 按照你这个地方 按照你这个地方 所写的 比方说 点set 点click 点close 这些方法 这些动作 来执行 实现我们的业部逻辑 这个是整个一个过程 那么在说到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感受到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回放的时候 必须是在对象中当中 得有这个对象 对不对 那么如果没有该怎么办呢 那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多简单一点 我们把这个OK按钮给它干掉 OK按钮给干掉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Job里面 有几个对象 Dialog 一个对象 WinEditor 一个对象 当然有两个WinEditor 一个是AgentName 一个是Password 那么三个了 接下来加一个WinButton 四个 再加一个WinDo 五个 一共有五个对象 在我们的对象库当中 我已经把OK这个什么 对象给干掉了 那这时候我们来执行一下脚本 大家看一下 保存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执行一下脚本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情况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提示的是什么 对象存储库中 找不到OK对象 检查对象存储库 确认该对象存在 或者是查找该对象的正确名称 那么第三行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这一段错误题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一句话就是对象没找着 是不是 我脚本没有办法执行 那么想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什么样 有两种方法 一种毫无疑问的就是什么 你把对象给补进去嘛 是不是 你现在没有这个对象 那这是怎么办 我们就把什么 对象怎么办 重新添加进来 那怎么重新添加 这个呢 以前呢 也给朋友们一个讲过了啊 怎么办 点这个按钮 将对象添加到本地 对不对 那我们试一下 OK按钮是这个 对不对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象补进来 问八指 OK 搞定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把它关掉 这时候再来运行 大家开一下效果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可以执行下去 好 OK 这是第一种 你就把对象补进去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假设就是说我们这个OK按钮 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而且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可能也不清楚 也可能是动态变化的一些数据值 对不对 那也是有可能的 比方说这次叫OK 下次是不是叫什么呀 叫确定呢 或者叫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化的东西 那这次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 就是一开始给大家讲的 叫描述性编程的方法 直接用描述性编程的方法来做操作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所谓的描述性编程是 描述对象的属性 以及属性值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调整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变化 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事先你最好要知道 一个对象都有哪些属性和 哪些属性的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测完你怎么明白的话 你这个 就别谈说 用描述性编程了 因为你的对象的属性 怎么描述都不知道 对不对 好我们同样的用spy去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WinBot按钮 它相关的属性和对应的值 好首先第一个 这个Button的className 类的名称叫WinBot 这个一般可以最起码可以用来识别一个对象的大类 是不是 唯一的吧 一般可能都是唯一的 那么接下来有什么XY的坐标 是不是 那不管了 这东西没什么用 这样的一直往下看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叫TextOK 这个Text等于OK 也就是它的这个按钮啊 它的文本值是等于OK的 那么如果说 第一我判断出它是一个按钮 第二呢 它上面显示的是OK 那是不是就说明 有可能就是我们那个什么 这个确定的按钮 它有可能就自己啊 自动的就会跟我们什么 实际的运营对象进行比较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使用这种描述性的编程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 叫ClassName 好 那么我用这样的属性 把它写出来 好 做法是什么呢 你先识别是某些对象 然后怎么办呢 用70本 把它写 写在这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的属性的值 对不对 这是属性值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属性 叫TXT 那么它的值是OK 对吧 那么这个就写一下就行了 大写的 好 OK 那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想识别一个 这个按钮 那么首先我确定它的类别 然后呢 确定它的属性值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因为在一个屏幕当中 一般不可能出现两个 都叫OK的按钮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两个属性和对应的值 来识别我们的文BUT按钮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用什么 比方说 我用了这么一个这个属性 先是ClassName 类的名称 该有空格就不需要摇摇 然后呢 是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对应的属性值 WONBUTTON 好 这是第一个属性 那么第二个属性呢 注意了 属性和属性之间用什么呀 逗号隔开 TXT等于是冒号 等于多少 OK 冒号等于OK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什么效果 那当然还是检查一下 这个对象库里面 有没有这个对象 没有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运行 保存一下 能不能执行我们这个测试过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可以往下走 是不是 没有问题 说明一个问题 在对象库里面 有没有这个对象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 那这里面有两个好处 第一 如果说我能通过文本编程的方法实现 那么我就不要用对象库存储的模式 因为你所有的对象存在这个里面 它是占用资源空间的 当我们在实施自动测试框架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资源脚本越大的话 其实越不方便管理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通过这种编程的方法实现的话 那是不是最好 第二 这是第一个 就是节省我们的资源空间 第二 如果像这种东西是一种动态的话 如果是一个动态的这个对象的话 你录制你根本没办法录制 你可能要录制N多个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通过这种编程的方法 把它实现 是不是可以通过变量的方法来做呢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说text的冒号等于OK 那么我这里面看看 如果下次我叫做确定呢 或者叫cancel或者叫什么呢 不要让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大家看 有OK cancel help 那它应该都叫win button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去这么做 我要去这么做 我要求在这个里面随机的选择某一个案例去执行 这是怎么办 那我们来写下这段代码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OK给什么 这个就可以做叫参数化或者就变量化 那这时候呢我们定一个脚本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利用一些方法把脚本扩展 大家能够深入的去理解我们这样的一些 编书变成的应用的什么场景 你不是说学一个功能点都不知道怎么用 那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定一个什么 比方说button bottom 然后什么txt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那假如说我们的 等于什么呢 等于OK 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怎么办 好我们利用这样的方法来试一下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连运行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场 这个变量只能取得这个地方的OK场量 对吧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看看 大家看一下 是可以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看啊 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件事情了 就是说我实现在刚才的这个界面当中 随机的选择某一个按钮进行执行 点击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 大家看一下啊 随机那是不是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随机函数 是不是随机的函数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定一个什么random number 好随机数 那么在我们的ufd当中随机数该怎么得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帮助 我说过了你学习其实最好的老师就是帮助 对吧 虽然是英文的 大家呢还是可以什么样 克服一下看一看 那么我们把帮助打开 然后呢叫r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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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看一下语法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语法形式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的写法是你看说following这个例子当中生成了一个随机数在0到100之间 那么它是从0到10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想生成一个1到3之间的随机数 那么就是1,3对不对 好,xrandomnumber.value等于什么什么的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写一下 然后是什么randomnumber等于什么呀 indombe.value 然后是1到3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我们select什么呀 开始一句 好,kse1 开始什么,kse2 kse3也可以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使用什么呀 kse else是吧 那么kse1呢 kse1我们该怎么办 kse1我们就是什么 让它这个bottomtxt等于什么 ok ok 那么如果是第二个呢 我们就用什么,让它等于什么呀 kse1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arci2 cmse2 kse2 Ser 假如说我们不执行 不然就点那个 hap了对吧 报告一个事件 失败 描述性编程 试验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不做任何操作 关掉 这句话就不要了 对不对 注释掉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它打印一下 便于我们控制整个脚本 知道它这个选择的是哪一个 好OK 可以了问题不大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好大家看一下 它点了一个什么 cancel 退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你退出来没有登录 那接下来你直接说 window这块肯定会出现个问题 问题在哪 这个window的窗口是并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也稍微等一下 它默认是20秒钟的时间 同步时间点 如果说这个时间 它还找不到这个地方 它又报错 我们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系统默认设定的20秒钟 大家看一下 说无法识别对象 属于类 window的 它找不到的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登录成功 点了cancel 按钮 是不是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脚本当中 直接什么呀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结果 我们在脚本当中 直接什么 进行我们这个 描述写性编程的写法 描述性编程的写法 也就是我不需要录制对象 到我们的对象户里面 当然这里面需要注意点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一集 也就是window的副对象 代落 如果使用了描述性编程的话呢 那么你后面这个地方 一定是使用描述性编程 也就是说 副辈是描述性编程 子内一定是描述性编程 千万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我们的副类是描述性编程 而子内还用原来的对象名称 这是不行的 会报错的 它识别不了 所以这地方呢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这次个呢 给大家主要是讲了一下 在我们这个脚本当中 直接使用描述性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那刚才也说过 它的好处是 第一 不需要什么样 往我们的对象口里面补对象 从而在大量的脚本里面 可能会节省一些空调资源 第二 对一些变化的 不是特别确定的对象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描述性编程的方法 对它进行什么 进行操作 这样的话便用我们什么 逻辑的控制 逻辑的控制 或者是什么 更随机的实现 或者是更什么 真实的模拟用户的一些行为 好 这次个给大家讲到这边 下次个呢 我们主要是讲一下 使用描述性编程对象 实现我们的什么 描述性编程 用describent对象 实现描述性编程 那咱们下次再讲 谢谢各位